上期我们提到罗振宇新发的这个系列视频节目文明啊 一个眼高手低的浩大工程节目啊 上期我们提到我以为罗振宇会说些什么大汉族主义啊 经济光明论啊之类他一直喜欢吹的东西 但上期节目我不是结论说比较平庸吗 我也不太知道他做那个节目的意图是什么 但我没想到啊仅仅第二期节目罗振宇就图穷比现了 那这一节目呢我也不卖关子啊 罗振宇在里面讲的呢就是中华大一通理论 好那这一节目呢我们就来看看我如何吐槽他的第二期节目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们新的一期审视主查节目 我是李悠成 这期节目呢我们依然是做这个罗振宇文明系列的reaction 首先啊这个第二期节目听得我真是太难受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冗长 为了脱戏脱够一个小时啊 真是在里面深拉硬拽各种没有意义的细节 罗振宇那种故作姿态的那个 我觉得太做作了 他就说他的整个表演的方法 首先他那个视频的调色和品质 肯定比我这个视频会好很多啊 但是他那个比较做作的姿态真是太理论烦了 这是看的我特别难受啊 而且呢这两期我吐槽罗振宇的节目很接近啊 这个是我的问题啊 所以罗振宇的第一期节目出的是我并没有看 是过了四五天我才看在做的 所以好像我最近都在做罗振宇的吐槽 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做他吐槽 这也不是我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呃只是因为呢 第二期啊罗振宇图穷比线 所以我觉得也值得来说一期 以后罗振宇的节目我肯定不会周周做的 我有这个功夫多做做老中世界去魅和这个改革开放历史 肯定是更有价值的 刚好这些节目为什么还做呢 因为这些节目就要引出老中世界去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华大一统理论 我们呢也可以把这期节目当做中华大一统理论的影子来看待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对这个节目的吐槽 首先呢还是来说说啊 这个罗振宇这个图穷比线的事情啊 就没想到这么快 而且呢这么直接 这图穷比线呢直接提到这个中华大一统理论 而且在里面明确的提到啊 为什么要接受中华大一统理论呢 就是因为安定 为了安定 宁做这个平视犬不做乱世人 为了做这个平视犬呢 就要接受中央的权威 而且他在他看来 人类历史上接受中央权威和中央权力这件事情 还是文明的发展方向 哇我没想到啊 他的这个图穷比线来的这么快 来的这么突然 来的这么愣啊 所以说我看的过程中呢 不仅难受 还特别的生气啊 所以别想来说一起 好我们还是先说罗振宇的史料问题啊 我觉得罗振宇是存心的 什么意思呢 就罗振宇为了构成他所自己要的叙事 在选择历史史料上不择手段 像上一期啊 我们就提到 罗振宇讲到屡端介入的这个太子故事之中 他根本没有提到王后他们想找来的新太子赵元左侍水什么名字 过去他是真正的太子这么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仅仅把他的信息省略到他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这么简单 为了构成他这个故事 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是洗脑术了 是很历史操纵的事情啊 那第二期也是一样 就罗振宇为了构成他想讲的历史叙事 对于史料 都不能说是有选择性的来提供了 他对于史料就是大范围的蒙蔽和大范围的篡改的地步 那第二期呢 他讲这么一个故事 他讲啊 在1001年因为四川发生了很多割据叛乱 所以宋真宗把整个四川划分为了四个不停的周路 因此呢 把四川打散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用打散地方的方式压制各地的分离主义 所以我们听到的故事呢 就是因为四川有叛乱 所以为了压制四川的地方分离主义 我们把四川打散 这么一个事情啊 但实际上被罗振宇审略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罗振宇讲到的四川周路制划分出现在咸平四年 就是公元1001年 好像这是这个宋代周路制划分的唯一的孤立 但实际上并不是 这本身是宋朝漫长的周路制划分里面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啊 这次呢只划分了四路 但实际上在公元997年就是四年之前 宋朝啊 已经在中原地区划分了15路制多了 到天玺四年呢 周路制还在继续划分 所以周路制划分啊 就是把大的地方区划 划分为更小的区方区划 并不是因运四川的地方叛乱 而产生的措施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容易理解 这是为了解决唐末的藩镇割据 因为唐末的藩镇割据啊 每一个节度史所管辖的区域非常强大 这个区域太大 导致节度史的能力和节度史的权力也会增强啊 实际上把地方画的切得越来越细 就是为了限制地方权力 限制的还不是地方分离主义势力的兴起 限制的更多是地方军头和地方行政势力的军级 这不是一个中华大一统的问题啊 这根本就是一个央帝关系的问题 而且呢 这不是宋朝的孤立 是中国历史从先秦时代 直到今天 仍然还在进行的漫长的秧帝的拉锯过程 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首先呢 第一次可能最值得讲的呢 就是汉朝 汉武帝呢实现了推恩令 推恩令就是把分封到各地的刘氏诸王 把他们的封地范围再往更小的分割 比如说一个父亲 他生了三个儿子 那他的封地呢 因为推恩令就要分成三份 所以地方就越切越细 越切越细 汉武帝如此来做呢 就是为了遏制地方分封势力的发展 但是呢 这个问题啊 就是一旦你这么做了 你的行政成本呢 就快速的上升 所以汉武帝呢 又建立了刺史制度 就是地方的监察制度 而这个刺史制度呢 管理的区域啊 就比推恩令的郡县区域要大得多 而这些刺史呢 这种监察刺史官 就形成了新的割据势力 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啊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 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 大多数都在担任刺史一职 比如说曹超就是衍州刺史 袁绍是冀州刺史 而刘表呢 是荆州刺史 从此以后啊 中国的地方的 化大化小 央地关系就不断发生 隋朝之初 州郡县制度啊 隋朝之初的州 快速扩张到了将近三百多个 就是隋唐的初期啊 那唐朝呢 因为这个州的范围越来越大 越来越难管 就在各地再次建立了 类似刺史一样的监察制度 叫做采访史 采访史呢 就是去到各地实行监察的 而之后呢 因为军事条线 又建立了节度史 而最后呢 节度史大多的自领地方 采访史啊 这还是中央 集中的监察制度 变成新的地方 割据势力 所以这形成了 节度史的割据 那宋朝这次呢 因应隋唐的局势啊 在在这个郡县基础之上 建立了这个州路制度 就是路的制度 路的制度呢 再次形成了这个地方势力的打散 但是啊 到宋末期啊 尤其跟这个元朝打仗的原因 再次形成了比较大的大区的军事化的改革 当然 这次改革没有形成新的割据 原因是因为呢 中国呢 其实就被这个元朝推翻了 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那明清也是一样 明清地方也画得非常非常细 画得非常细的基础之上呢 又做了统合 这个统合呢 就是巡抚制度 你听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啊 巡查 抚恤 所以本身呢 也是一个监察官 而明清的监察官呢 就形成了几个省的巡抚制度 今天我们中国省的格局啊 就是在明清的这个巡查制度 巡抚制度之上 组合起来的 而巡抚制度到明清末期呢 实际上呢 也是官罢一方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事情跟什么地方叛乱啊 地方民间的分离主义思潮啊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 更多的是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员 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彼此格局 我猜啊 以上我说的故事很多人来知道 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 是1949建政之后 我国还把这个逻辑重新来了一遍 因为我们今天的秩序啊 就全国秩序里面 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是省级 就国家一级 国家一级以下 最高的行政单位是省级 但在建政之初并不是如此 在建政之初 在省一级之上 我国还有六个大区 这六个大区分别是华北西北东北 华东中南西南分为这六个大区 这六个大区的制度到1954年才撤销 所以1954年49年到54年 中国还是以大区省市三级制度 1954大区撤销之后啊 最高的一级行政官员呢 才是省级 那么1954年为什么大区撤销 以省级作为最高呢 跟宋朝类似并不是地方有什么割局叛乱 依然呢是地方权力大胜 就是高岗饶术时之间 高岗是谁呢 高岗呢就是六大区之中 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 及东北党政军的权力于一身 也被人们称为东北王 饶术时呢是华东区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也兼任上海市第一书记 所以高岗和饶术时呢 就是六大区之中两个大区 东北和华东的地方首长 而他们的事件呢 促使了中国 1954年啊 只有六大区撤销 最高一级行政还省行政区的区化 所以说 这个事情啊 中国古典历史啊 从秦一直到顶格之后 持续在进行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脏持关系 一直是如此来进行的 所以罗振宇所说这个故事啊 就是把这个宏大的 从秦末到顶格之后 这个漫长的 其实是央帝关系的拉锯 中间结束一年的一小段 好像说成啊 是这个四川的叛乱在前 再有四川的周禄之改革在后 这个周禄之改革呢 遏制地方文化上的地方分离主义啊 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啊 他是硬要把这个事件 塞进中华大一统的关系之中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是迷惑性非常强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讲啊 罗振宇就像他之前的节目一样 他在史料的选举之上 是特别恣意妄为的 是完全不去符合真实情况的 好 我们来说第二点啊 第二点 罗振宇在里面贯穿始终 所要讲的关键的观点 他以为马克思的话来讲啊 想象力可以创造历史 是什么呢 他就认为人的观念非常重要 人的观念呢 可以决定历史 他为何在这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 我要拿一个关键词啊 这个关键词呢 就是地方分离主义 罗振宇讲的宋朝的努力 就是要用各种方式去削减 地方分离主义的观念 来实现中华大一统 地方分离主义的观念 导致地方的军头们 认为可以割据一方 正是这个观念 促使他们去进行割据的 所以中国只要消灭了 地方分离主义的观念 就不再有地方分离的问题 罗振宇想说这个 而这个呢 其实是成功学最喜欢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观念可以改变现实 一旦我们给人 给员工 给社会 给人民植入了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呢 就能让他们配合 产生行为 产生想法 这个呢 属于一种企业家的魔法 所以企业家都削尖脑袋 想希望通过给员工 植入某种观念 来改变员工的想法 那么到政治世界 也是一样啊 只要让全部的人 都拥有了大一统的观念 而没有地方分离的观念 他们就一定会拥护 中央的权威 拥护中央的统治 因此呢 可以改变历史 可以创造历史 当然 这个不仅是商人 和成功学 贩卖商人们的 一种野望 这同样的是 中国建政之后 历史里面的一个顽疾 就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 这个唯一之论浪漫主义 所谓的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胆 之类的想法 都是这样的 只要人们有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就能带来好的结果 包括现在中央大畅啊 经济光明论 也是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人们只要相信经济好 他们以相信经济好的方式 有言行 经济就能好 这是唯一之论浪漫主义的想法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想 我们来分辨一个问题啊 就是 央地关系 或者地方分离割据 是观念的问题吗 是大一统思想 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好 在这里呢 罗振宇啊 把中国的历史 把土崩瓦解 一词一分为二 分成了土崩和瓦解 他认为啊 中国历史有两种 一种是土崩 土崩呢 就是社会秩序完全混乱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人们就要求大一统 大一统比较容易实现 什么是瓦解呢 就是虽然天下分了 但分离的每个单元 自己还能形成独立的能力 和这个权力体系 就是地方分离主义的时期 瓦解时期非常难 他认为宋朝 就是瓦解时期 所以说要重塑 人们的大一统观念 而他说有些时期 是土崩时期 所以大一统的秩序 比较好形成 他就对刘邦的例子 他说刘邦啊 这个秦末天下大乱 所以说呢 天下完全没有秩序 所以刘邦 比较容易形成 大一统的秩序 真的是如此吗 这当然是完完全全的 胡说啊 所以上 我觉得罗振宇不知道 我猜罗振宇这些 很多稿件啊 都让他写手写给他了的 罗振宇就说 他要表达 他要搞大一统 要其他人 给他编造一条想法 他的历史 呃 知识应该非常差 实际上刘邦 当时面临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刘邦接手的 并不是秦代的秩序 刘邦接手的是 项羽的秩序 实际上项羽 是真正推翻秦朝 而且项羽 推翻秦朝之后 分封了天下的 十八路诸侯 就是回到了 东周的 诸国变形体制 而在项羽分封的 诸国变形体制中呢 刘邦也是其中的一环 刘邦不就是 汉王刘邦吗 之后他的朝代叫汉 就是因为他被分封到 汉中一带 成为汉王 所以说 刘邦继承的 不是一盘散杀的天下 而是项羽之下的 这个十八路诸侯的 分封体制 在这个体制之上 导致刘邦建政之后 并不是大一统 刘邦建政之后 依然是半郡县 半封国体制 大家都知道 刘邦建政之后 是要去诛灭 全天下分封的 诸多异姓王的 比如说大明顶的韩姓 就是楚王 张图就是燕王 张敖赵王 等等彭王 这个梁王彭月啊 淮南王英部啊 还包括燕王卢婉啊 都是刘邦之后 诛灭的对象 这不还是把 地方的军阀割据势力 杀死和歼灭吗 而这就结束了吗 难道 异姓王歼灭 都变成姓刘所谓的 白马之谋吗 就是天下必须是 刘姓王 刘姓王之后 就没有分离主义了吗 都是一家人 就是家天下了吗 完全不是啊 异姓王消灭之后 同姓王的问题来了 到汉景帝啊 就有七王之乱 这七个都是姓刘的啊 吴王 楚王 焦锡王 焦东王 资川王 济南王 赵王 刘家亲兄弟啊 在中央和地方 再次残酷互斗一次 直到汉武帝的推恩令啊 就把他的刘姓兄弟的地方 不断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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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刺史之度 所以刘邦当时 真正经历了一个 一盘散沙 诉求大一统的天下吗 并没有这样的时候 刘邦所接受的依然是一个 地方势力恨深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 这就是我要说的 中国历史上 并没有什么土崩 与瓦解的区别 好像土崩就没有 地方主义挑战 瓦解就有地方主义挑战 这是罗正宇 再次编造出的 一个历史二分法 并没有这样的二分 央帝关系啊 没有大小差别 央帝关系 我认为其实是一个 有很多问题啊 到今天 中国就没有央帝关系了吗 中国就没有 央帝的困境了吗 当然还是存在 任何国家 都有央帝关系的划分 央帝关系 解决的根本方案 就是在央帝之间 形成一个平衡 就像今天全世界 绝大部分的 多民族 范围比较大的国家 都实行联邦制 以地方自治 来权衡央帝关系啊 这是现代社会 已经得出的一个药方 药方绝对不是 大一统观念的改革 而是联邦制制度的实施 联邦制 或者类联邦制的地方 制制 制度的方式 比改革的方式更重要 好 那我来说第二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 真正我们来 来看这个大一统的体制 如何 中国历史上 其实发生了很多次 真正的土崩瓦解 这土崩瓦解是什么呢 就是王朝末年的战乱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能看出 这是中国与西欧 古典时代人口变化的差异 我们会发现 西方古典时代 人口变化相对比较平缓 到这个大瘟疫的时代 才出现了一个大gap的下降 但中国历史之上 人口变动 像过三车一样上上下下 每到王朝末年 就会出现一次 甚大规模的人口减少 秦汉战争 秦朝末年 确实天下大乱 人口比秦朝 鼎盛时期少了一半 东汉末年人口 较西汉鼎盛时期 只到其八分之一 唐朝建立的时候 距离隋的巅峰 人口到隋朝巅峰的五分之一 唐末割据时代 唐朝颠覆 占唐鼎盛人口 只到三分之一 当然啊 这些数字有夸大 因为呢 王朝末年 人口的流散 和人口积量的减小 很多人是脱离了户籍 并不是真的死了 就像汉武帝中期 也有天下名户减半 并不是所有人死了一半 而是说天下名户里面 绝大多数人 都脱离了中央的户籍制度 可能迁居了 可能避到山里去了 也避乱世 是这个情况 但是不管如何 就人口锐减 可能没有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的地步 但一半左右的人口锐减 在中国历史之上 是频繁发生的 这是为什么呢 同时期啊 西州到东州 同样是战乱不断 西欧的封建制度 同样战乱不断 但从来没有发生过 人口以这种方式锐减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提出的问题是 大一统到底带来安定 还是大一统的瓦解和脆断 构成决定性的巨大波动 刚才那张图上啊 还没有出现另外一次 巨大的波动啊 就是大饥荒 大跃进时期啊 大跃进时期 依然是中央权力 滋意妄为 带来一支人口 巨大的锐减 在战争中都没有死过 那么多人啊 上千万人的一次 巨大规模的人口锐减 好 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 大一统真的 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安宁吗 你可能在问 刚才你说这些王朝末期 这不就是大一统瓦解吗 如果大一统的延续 不就没有这个事了吗 好 这个是我 大家在下一期 老中世界去魅 我们讲大一统本身的 内生的脆弱性 要去讲这个问题啊 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罗振宇所讲的 一个观念的问题 就我们缓过来想 会不会没有地方 分离主义的观念 我们就更容易接受大一统呢 所以在罗振宇的叙述之中 宋一代逐渐让人 心里不留地方分离主义的念想 形成一种 涛极统一的中华秩序 这是宋朝实现的一次 他在他来看啊 实现的一次观念的跃迁 从此之后 他说中国历史上 没有出现 长期大规模的地方割据 我觉得挺奇怪的 就是一个张献忠 李自成 吴三桂 太平天国 这规模不算大吗 就太平天国 整个南方版图 都成为了新的割据王朝 这个规模不算大吗 北洋军阀全国的割据 时间不长吗 从北洋初期 一直到其实日军侵华 这个割据秩序 在慢慢打乱 对吧 这个时间不长吗 范围不大吗 高岗饶术时啊 都是建政之后 发生的地方失利不算大吗 而且说到最近的 我们甚至可以把薄熙来 看作一次地方权力的 割据的现象啊 就地方权力产生的现象 最后呢 也是以非正常的 非法治的 非制度型的方式去瓦解的 所以说 怎么可能因为观念变了 首先 宋朝有没有改变 所谓地方分离主义的观念 都是一个问题 第二 观念一变 就不会出现 大规模地方割据吗 完全不是如此啊 当然啊 我们比较严肃的说 宋一朝之后 尤其到明清之后 中国地方势力割据 比之前要好很多 但是 这是观念改变的结果吗 完全不是 从严肃的历史来讲 宋和明清之后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是啊 是中国门阀 士族没落的象征 唐末到宋初 是中国文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吕端他们这种 幽州吕氏啊 就地方门阀 四族最后一次 出现的历史舞台之上 从此之后 中国地方的门阀 和大士族 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呢 其实是割据减少的 根本原因 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原因 而不是一个像魔法一样的 观念改变的原因啊 所以这是其中的根本 当然啊 最近又有很多人来炒作 什么中国新地方门阀 这都是标记党啊 好 最后我先来说说啊 这个罗振宇最后 这个图穷比线的部分 他讲完这一套之后 还希望给他的内容 来一个升华 他怎么升华的呢 他来发问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文明 他首先举了卢梭的意思啊 说卢梭认为呢 文明是私有产权 首先啊 这说明罗振宇既不懂历史 也不懂哲学和社会学 卢梭确实讲过私有产权 把私有产权当作文明的一个现象 这不是文明的起始啊 但他不知道 或者他装作不知道 可能他真不知道的部分吧 在所有西方的这个思想家之后啊 卢梭是一个很大的异类 卢梭呢 其实是一个反民 反文明论者 卢梭口中的文明 和我们讲的文明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平时使用文明 包括罗振宇使用文明 文明是一个等级 非常高的褒语词汇 但在卢梭那地方 文明是个贬义词汇 文明就是瓦解高贵 也把人自己自足的状态 而为人类社会注入 所有的虚伪攀比 角柔造作的部分 那个部分是文明 卢梭认为 文明是人类不得不接受的 社会之恶 所以卢梭讲文明的时候 绝对没有把他当褒语词看 而是当贬义词看 所以罗振宇这么去引卢梭 我觉得说明 他对卢梭思想的无知 第二点 我们就不说这条 我们来说关键 罗振宇认为 人类文明的基石 不是私有产权 而是什么呢 而是权力 罗振宇认为 人类的文明 来自于对于王的服从 因此在他看来 人类文明的真正跃迁 就是接受王制 接受中央权力的观念 所以在罗振宇叙述之中 为什么他去胜赞宋朝的周禄子改革呢 和所谓他想象中的 对于地方分离主义观念的打消啊 他认为 如果有人要构建一个 他一统的秩序 其他人就应该 以文明之名施以服从 如果你能以文明的缘由 服从中央权威和中央统治 这个呢 是文明的体现 一个核心权力的产生 和人们最大的服从 在罗振宇看来是文明的象征 这个呢 我觉得 如果他不是为了要去当什么 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的 我觉得实在不必 舔到这个地步啊 我来说这个文明的真正基石是啥 我们说远的 也说近的 从说远的开始啊 所谓的文明嘛 人类历史上文明第一次大爆发 就轴心时代 东西的轴心时代文明之中 都有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对于 自以忘为王制本身的限制 比如说从柏拉图 到亚里士多德 政体划分之中 其实都在批判君主制和建主制 当然他们也批判访问民主制 我明会还会讲到一点点啊 在他们看来 一个混合型的贵族制 可能是最好的 直到在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之中提到混合政体 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 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 开启了西方的共和制社会 而混合政体本身 就是要去压制建筑和君主 纯粹中心化的权力 而东方社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认为要孔子讲 这个君君臣臣父父之子 是要强化这个中央权力 那你想想孔子的人政和孟子 很多篇章里面 孟子跟梁国王的对话 他是要强化中央权力吗 其实不是啊 孔子就是看到一个中央行政权力 自一妄为 导致礼崩越坏的社会 要重新克己赴礼 以礼的方式来限制国王的自一妄为 这个我们之前在podcast节目 其实讲过 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 随着孔子的礼 第一步他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是国王首先要符合理智 以你的符合 你的大臣才有义务对你符合理智 所以东西方在轴心时代 想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啊 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啊 这不是一个过度的总结 更不用说近代了 进入近代之后 所有我们认为文明的方向 从英国的大宪章到光荣革命 美国的立国到立宪 欧洲本身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大型帝国瓦解为更小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 再以民族自决的原则 形成新的国家 这是写进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条款 对吧 所有这些条款是要巩固 中央大型权力吗 和中央权力的权威吗 并不是啊 我们要的整个这套 不管是宪政 还是民族自决 还包括我刚才讲的联邦制 其实都是要去解决 中央权力过大 中央权力肆意妄为的问题 不管是税收的问题 军事的问题 法治的问题 都是这些问题 对吧 所以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文明方向 这个文明方向 怎么会是去认可中央权威呢 整个现代文明史 就是对于中央权威 进行限制的历史 而限制是为了什么呢 说实话 如果文明真有一个所谓的方向 那文明的方向 就是建立一个更稳定 更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范式 那我们现在很明显 更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范式 是绝对不是纯粹民主制的 就像我们讲 在这个柏拉图的理想国 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中 纯粹的民主制 也被当作是一个过度极端的东西 那今天我也会一样 激进的纯粹民主制 对于大型国家是不合适的 那肯定是要在有一个中央权威 和地方以及社会 这三部分甚至还可以包括个体 还可以包括宗教 包括企业 整个多的混合政体 这些混合的力量之中 因为社会契约的方式 达成一种平衡和制度 这个才是文明的方向 而不是什么 要去干掉地方分离主制的观念 建立中央的权威 这是文明 这是反文明 什么人喜欢来说这些呢 当然了 这个你说听的多了 平时任何家庭有问题 或者你对地方政府有不满 会对政策有不满 都会告诉你 为了家庭和睦 为了社会安定团结 每次我们提出家庭和睦 社会安定团结 其实都是说服人 去接受暴政 接受灵略的一个观念 所以罗正宇这次图从笔线 排出地方分离主义 与中央权威 认为中央权威是文明的方向 我认为呢 还是这样一种 以这个家庭和睦 社会安定团结之名 行灵略和残暴之实的 这么一种旧想法 这种旧想法呢 是来自于中国漫长帝制 和中国建政之后啊 这个专制统治的一种 独特的知识分子 在过程中的一种 做狗的观念 当然啊 做狗这个事 他自己也说了嘛 就是宁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 所以罗正宇就是在 当然 罗正宇就是在 践行他自己这个观念啊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做一只太平犬 当然啊 我认为呢 如果你认为 只要做一只太平犬 就可以避免做乱世人 那中国历史上 不断人口的大起伏 建国之后大起伏 社会的大动乱 都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 如果太平时候不做人 那岂止是避免不了 做这个乱世人啊 你可能还要沦落到 做乱世犬的地步 真正不做乱世犬的方法 就是要做一个太平人 而做一个太平人呢 很大程度上就要去战胜 我们生活中和历史严格中 积累下来的很多 错误的观念和想法 很多错误的认识 包括中华大一统理论 在其中就是个重要的 好 我们下一期老中世界俱昧 就会专门来讲大一统理论 我会从更深的方式 和更多的例子 来讲大一统理论 本身的问题 以及 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啊 大家这段时间可以想一想啊 就我们一直在说 大一统理论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在谈中华大一统的时候 我们在说什么 这样一个问题 好 希望下周的罗正宇节目啊 不可以平庸到 让我不想去讲 或者没有这些这么可恶 让我不想去讲 我实在是不愿意 一周一周讲 我正于讲下去 好 那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 我们这个频道里面 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话题 这个重要的多的话题啊 希望你可以订阅点赞 并且把这些节目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他们呢 也对中国的改变 和中国历史啊 和一些政治哲习的问题 感兴趣的话 如果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呢 其实不只是视频 还包括Podcast的文章 Newsletter等等的内容啊 你在show note里面 能看到我所提供的 所有知识和信息的服务 那我能够完成这些呢 与大家的赞助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过去赞助的同学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你也希望 继续赞助的节目呢 在show note里面 也可以看到链接 这里呢 我也会把链接给到这个地方 那么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就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 请不吝点赞助的